真有点 真有可以 真有点可以学的地方 哦 对不起 是吗 你看他一开始扭的还是非常曼妙的 二人转啊 反应过来了 有人 有人 这边又有把物资 突然发现火流点猛了 我们人多 太阳 兄弟 你很猛啊 但是扛不住我们人多 就他以为他行了 结果过去一看 三把枪在打他这个位置 哎 接客啦 放进来打 哎 高打低 又能打一个 哇 这都掉一个了 队友还来啊 说实话 这波接的好爽 直接没了三个 打了一波有准备的架 不过这个手雷是放倒了一个 问题不大可以拉的 这波WC四个人蹲大藏 直接蹲到分数了 开了枪以后 三洞会不会被别人抢掉啊 就希望游戏能等他两年 有一个打职业的技术 先看这波 以逼的 哎呦 这个是贴的有点太近的一点 导致被倚掉了一个 但是还好 黄亦明这位置给一颗烟能救 甚至都不需要给烟 先不过爬下来了 这边有个反坡 天然的掩体可以拉起来 扛到超市去 这场的圈非常的远啊 要过桥 而且桥口是有另外的 小心被堵 不过好在分数是足够的 天路这边是闻声而知 知道有人 这样过来看一看 但这波过桥被堵了 Flash将牙匹直接放倒 上波放了BBL 这波没放TMA TMA的时间稍微的更慢了一点 DW堵了一波桥 梁子结下了 三东被抢了回来 以为今天打的够晕的 因为刚才 DM王里封火了 封位置 这边Nix找到机会先放倒了一个 另外手雷又放倒了一个 WCA手感打开了 是的 这个雷要把人给补了 还扎了一些伤害 WCA这波又洗赢啊 洗赢三分啊 表迹改打法了呀 这个心率飙升 啊 还是没有问题 这局状态直接拉起来了 初期只拿到八个 说实话 这个时候也管不到别人 自己 看这波接车 打了一个 钓人也是好事啊 对 T1在第八队也占了一个点了 对 确实大家也都在帮Pyro思考 这个直接打射手的可能性 直接要过来移 但是T1的对手是费子啊 现在T1还剩两个 费子也剩两个 古斯塔夫还在路上 DG已经大残了 再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位置 双方的点都是误开 诶 投注扎弹了 就差一枪 古斯塔夫这波 开车倚了过来 嗯 2打1 古斯塔夫位置是明确的 费子就是在找寻手感的过程了 找自信 现在就没什么负担了 主要七将到了 七将这种正面小动手 倒了还是有点影响啊 诶 这一发手雷 炸成了大残伤 最后一丝血了 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影子 又减了 爆残 这波 这次装飘了 防御车很多 装脸了 这个倒过了 真好倒了枪线 还可以 枪线目前比较低线 诶 接车飘了 这波拿分了 还可以还可以 再追 再追了 多少分了 目前是50分了 12分 这局拿5分了 对 而且直接把BB要全部打死了 不过他 对 你早点那种能拉出来的timing 就比如说可能下一圈马上刷了 很多队都准备转移了 你这个timing可以去稍微搞一搞 是 你一听天路在打架的时候 那那就赶紧去 是的 是的 配肉很好啊 是个好消息 TAM 却不变成了 可能祸脑勺了 等待一个定点设计的机会 先放枪 很精准啊 同时的一波出枪 BRU连倒两个 不过被匆数K了一个头 背后有个eddy 112去看了一个 那应该是明确eddy的位置 那应该是明确eddy的位置 回身给了一枪头 嫩对 小孩倒了 12 一会儿露露去摸她了 哦 远处 Innolix是放倒了 eddy这分能拿吗 这露露不可能放掉的呀 这么近 分数手一拿 填点这个雷 来了来了 带点特产走吧 还封客烟填一填 车也有了 eddy这个点是没机会丢雷的 eddy的位置也确实挺远的 嗯 另外一边 112也补掉了connected的人头 也很沙沙 手里捏了个雷 两个人同时 还是晚了一点 新防 打 敗两个 网红趴 那出事了啊 这波 这个接下来了 天鹿直接开车过来回防 劳苦功高 获得另外一顿 一顿蒙天 这边有动静 没有问题 燃烧瓶直接烧死 右下角也被清空干净了 嗯 这个圈 左上切我没有Pero 右下切有17 左下切有天鹿 是的 风险对冲了 是的 但是呢 主要是其他三兄弟 你不是替他担心 这是Pero的机会 有机会能圈吗 圈心右下切了 17吃到了一个圈域 是的 这几乎很大啊 doy这个火力有点足啊 天鹿能不能拉上去 去丢道具啊 嗯 doy的我转移其实是拉到了这个天鹿射位之前 拉不过去啊这个被牵制住了 天鹿这个角度很难去 倒立了 倒立了 有车吗 哇 是人半打的 但不错 拉开了一个 撕开了一个缺口 可以开车 开冲 还有能动的车吗 有有有有 好像有 蓝圈里面刚有一个的 那个是冒火的吧 倒进点就行 倒进点就行 对 我觉得 我也是很快 这波跟着车移 火力车 而且有人架有人冲 而且这个也就是爹 自己 刚好在外面 引爆车辆漂亮 我就关键看分嘛 尖技是否会从这锅里面拿到一些自己的分数 天鹿这边先把分数全部拿掉了 尖技这边回来已经是餐羹剩菜了 阿修罗把焦羊给打了 但没捕 软把K了个头 高点WC也是把尖技限制了一下 不是这波 甚至还有可能把尖技给一锅端了 对啊 尖技要被包了 北边Pero已经动了 来了来了 尖技被包在了中间 阿修罗的位置还没有被发现 看到了一个小头盔 给了一枪头 又一枪小左 准 尖技在不断的被削弱啊现在 这位置尖技自闭起来了 小左封了一颗枪线 沿上前丢雷 萨塞一颗雷炸倒了阿德 还剩人把一个炸成一丝血 尖刀也倒 你刚才看是一丝血的 而且小左甚至把蓝圈里面一丝血的 后面一丝血的分数给收掉了 这一分都有两分 真的很高 比之前高了很多 看要不要服一下队友 不服了 蓝圈已经来了 这几把能看到Pero的战术还是在优化的 是的 虽然大体的方向 这种节点是一致的 哦 倒了两个了 被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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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还剩下一个 蓝圈过来了 最后的费数还是被 小叮当给拿下了 那千路倒两个这波Pero 里面走了 WC会选一点盒吗 倒了WC倒无了 倒了这个信息知道吗 Pero 他三房里面的人拉出来了 刚好能覆盖Pero一部分的面积 但是南边开花了呀 17进攻一呦 小组第一是吧 全部拿下了 17 已经前三了 前三有两个Pero 也是直接进仓 但是近年小童做了一波埋伏 他不知道近年有人进过路头了 这波Pero也缓不过来问题是 出事了被夹 小鬼的一个雷小明还倒了Pero 之声最后一个被灭掉了 17手穿三个 这个信息确实不知道 有17手一辆车直接怼进去的 是的 最终的安全是17跟WC4打4 往往得不走 好家 发挥效果了 小五那辆车是不是稍微磕了一下 没事 这位置给队友架枪了 我直接怼脸 开车直接拉了过来 加了一个人体要打 哇实际上这个动态室里 所以瞬间落地就看到了正在扶人的那个人 是 速九先打了一个 这一边 瘦倒地 速九还有手雷直接往防区里投掷 不断的去排 哦 小鬼倒了 小鬼的底部很关键 目前是一个二打二 这边哎呀 平地的一个拉位 炸倒了炸倒了 单挑了单挑了 你打一就不好说了 你打一就不好说了 他这个防区也无法救援 跟光头哥一为一 八个烟 哦正好烟封莲啊 哦一死了 丢了火要前压 差一点啊 嗯换到另外一个位置 这种时候被压制了 其实很吃亏 对 用两颗闪换位置 被闪 再压过来闪自己 修了一波 我修自己 上车切位置 再反架 听到丢到就是声音 往后撤一下 加热过点 五滴的epic 对手一说单 到底打赢啊 对手一说